是要針對在我國目前為了資訊安全的考慮 根本禁止中資來台灣投資的運輸服務業 結果竟然可以通過層層的把關 而目前在我國的市場上面 大肆地透過運輸服務業提供的方式來收取國人的個資 以及中資審查的機制出了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有一些台灣的商人他們透過海外的境外公司 當作掩護自己充當買辦協助的角色 不管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提出造假的文件虛偽不實的陳述 而讓我們的主管機關針對本來不應該通過的投資審查 竟然通過了 哪一些事業我們是允許開放中資來台投資 那經過投審會的審查許可就可以 那有一些事業是為了我們的國家安全資訊安全的考慮 根本禁止中資來台投資的 但是從垃圾案造成廣大股民的損失 到最近事情還沒有完全結束 有關於中資進來我國市場炒作大同公司的股票的案子 監管會裁罰了三次 監管會裁罰了三次 監管一次裁罰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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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永遠都清不乾淨